雅典消息 星期三 雅典中部发生了最高为6.3级的地震 巴尔干地区感受到强烈的震撼 但被认为与临近的阿尔巴尼亚 北马其顿 科索沃和黑山的首都都相差甚远 请看报道 地震中没有人员立即受伤的报告 当地官员报告了一些结构性的损坏 主要是看到墙壁倒塌或破裂的旧房屋和建筑物 以及断裂的地面 震中位于拉里萨西北22公里 拉里萨市震中最近的城市 无数余震袭击了该地区 最强的初步震期超过5.0 地震使人们从房屋和办公楼中奔友而出 聚集到拉里萨和特尔纳沃斯的街道上